就在大同路二段过了建成路往汽止火车站方向 沿路看过去不是进停红线就是黄线 尤其在靠近和平街口 整排的海产店店面有民众就反映 因为附近找不到停车位 有时候停个车吃个饭或是买回家吃 就街道罚单实在吃不消 所以希望这一段路能够找适合的空间 增设机车停车阁 有很多里民一直在反映 说他们住在这边连一个机车阁都没有办法停 停在马路上的话又会被开单 那后来拜托宣祥这边办一个会堪 今天来现场 那后来就看了就选了两个地点 先暂时先画十几格的机车阁 给这一些里民大家来停 原则上从向掌路这边虽然是三个车道 但是到了火车站是只有两个车道 那他的车道的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对称 所以说机车主委都会骑在中间车道 或内车车道这样子 那骑在内车道当然在过去是违规的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办一个会堪 说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最外车车道 因为前面的路口都已经画车阁了嘛 那我们这一段的最外车路口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这个也能够来画一些车阁 在结果成情后 14号上午新北市议员廖先祥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堪 主要是因为这一段的大同路单侧有三线道 在路幅够宽的情况下 除了将内线车道的进行机车涂销 也将部分路段划设机车阁 我们今天来会堪 希望把我们最内车车道 这个进行机车的一个交通的标线 把它磨出掉 让我们机车组有更合力的一个交通的环境 那因为最近这个我们有发现说 我们大同路这些小池滩前面 虽然说有画一些红线 但是检举的还是蛮严重的 那我们经现场评估之后 认为说这边来画一些车阁的话 对我们当地的交通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因为这边的前面就是机车带软区的 所以说不会有车辆行止在外车车道 那所以说就是这整段 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 范围从建成路一直到接近和平接口 取消内线进行机车 并且在不影响车流的情况下 找适合路段划设机车阁疏解停车问题 嘉诚慧玲西纸采访报道